江祖平1978年出生于中国台湾,毕业于国光艺术戏剧科。 江祖平演的第一部戏便是《此情可问天》,戏中他饰演小倩。 戏份也是颇多,因出演《风云雄霸天下》中气质高贵的《雄霸之女幽弱》,而被观众所熟知。 江祖平自出道以来便是外星甜美,媒体对其也是毫不吝啬赞美之词, 侧脸像明星霞,更是被称为台湾的广袤梁子。 两人只相差两岁,外貌也确实神似,从出道至极,江祖平一直在拍戏,从来没有断过。 在一场戏中按照剧情,江祖平与另一个角色在酒吧喝酒相遇, 对方渡火中烧突然出手掌握江祖平,没想到对方太过入戏,攒足了情绪, 几乎用上了所有的力气啪啪啪,对方一巴掌接一巴掌打过来, 打到江祖平的太阳学鹤耳朵都泛了红,耳环也被打掉了。 人自然也已经从桌边滚到桌下去了,但江祖平还是站起来继续演,直到导演喊OK。 也正因为如此,江祖平落下了脑震荡的后,只要一进行剧烈的运动就会感到眩晕, 甚至情绪波动过大,也会导致呕吐。 谈到那次的事件,江祖平仍然心有余悸,江祖平的长相娇若中待戏艳丽,在娱乐圈实属难得。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,他差点成了小三专业户,从英以来几乎在每部戏中他都是很虐心且饱受欺负的角色。 现在江祖平至今单身,他坦言不是因为没找合适的,也不是因为身边没人追,而是因为自己是个不婚主义者。 发生在他身边的婚姻失败案例太多了,崇尚自由的他不愿意被束缚住手脚,而是简单享受爱情的单纯美好。 如今的他依旧在默默的演戏,39岁素颜的他依旧很美,眼睛依旧灵动,还是一样笑容灿烂,活泼开朗。